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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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講到最後最後面剩下這個二維陣列的例子 然後上次因為時間不夠就沒有講完 我們這邊用一點時間來看一下 那這個例子想要產生一個矩陣 然後裡面填滿的東西是那個 巴斯卡三角形的這些係數 所以譬如說平方向的話是1 2 1這樣 然後三次方是1 3 3 1 然後四次方的話是1 4 6 4 1 那每一個係數你可以從這個二維的排列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就是用自己的上方的這兩個數字加起來的 所以1加2變成3 那6怎麼來 6的話就是它斜上方是3加3加起來變6 然後4的話就是什麼 斜上方的1跟3加起來變成4 所以你每一個新的一列呢 都可以用上面那一列的結果來算出來 那你要怎麼樣寫回圈把這個整個表格填好 把這些係數填起來 那前面已經有一些程式碼的這個骨架了 那你要填進去的就是這問號問號這邊要填什麼 那因為你是要填一個二維的正列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應該會是一個雙層迴圈來做 因為你會有一個變數控制某個方向的編號 另外一個變數控制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們這邊就用I跟J 然後在課程網頁底下有畫這個圖 你知道說它如果是二維正列的話 這兩個方括號裡面 第一個編號呢其實是在這個方向的 第幾列 那第二個編號呢是在控制說你是 這個水平方向你是在第幾行 那搞清楚這兩個的順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填一下這個空格 那剛才說的就是你每一個元素都是要看上面 跟它斜上的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所以這邊如果先不考慮這麼多的話 你先寫I-1就是上一列 然後它的J-1 這應該就是它斜上方的那個元素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加起來 加上什麼 加上它正上方的 正上方的話就是它是上一列 然後是跟它同一行所以這也是J 那確定這兩個它的編號是正確之後 這樣應該就可以達到剛才說的 就是你每一列都可以從上面的已經算出來的資訊 再把它繼續往下算下去 那到這一步的話你可以先試試看它能不能跑 應該是跑不出答案了 有一些警告訊息是不是 它跑出來是通通都是0 那原因當然就是因為 你能夠每一行這樣算下去 你一定要有一個開始的這個其實的 總值對不對 從它開始才可以往下漲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你就是要有一個0次方的這個常數的係數1對不對 有1之後呢你才可以 下一行才可以是下一列呢才有1 然後這邊1直接從1加0得到的 那 那之後呢才可以繼續漲下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一格先填上去 填到填它的值填成1 那因為我們故意 為了方便呢故意把那編號0的那一個 就第一個行跟第一個列 統統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編號是從1開始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 到時候再算的時候你可以避開這邊界的條件 那我們這邊要填的就是在進去這雙層回圈之前呢 其實我要先把A 1 1把它填成1 這樣子才有最左上方的那一個那個1 那個編號就是1 1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忽略掉編號0的 所以這個元素呢它的編號是 A括號1括號1這樣子 那你把它填成1之後呢 底下才有可能再繼續算下去 那這裡就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的話會跑出什麼 還是0 那原因是因為你這邊 又把它蓋掉了對不對 這邊給了J的條件 當你上面已經填好A是1的時候 到這裡的時候呢 第一次進來的時候你I是1 J也是1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呢 這邊A括號1 1又會被蓋掉 所以等於白填了 那解決方法就是跳過 跳過那個raw 所以我們I就從2開始就好 因為1 1已經被我填好 那個raw已經不用再管 不用再管它了 那這樣跑出來會長成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係數就會填成正確的 所以整個做法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想要跟這邊寫的這個顯示的結果一樣的話 你就在顯示的地方呢 顯示的地方一樣就是再重複跑一次這個雙層回圈 那我們把它改成從0開始就好了 0 0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那個隱藏的那個raw跟column把它秀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到 你要的每一個每一列都是你要的係數 那這個範例其實就是讓大家在練習一下雙層回圈要怎麼寫 然後還有就是像這樣的條件呢 要怎麼把它寫正確 那你一步一步就是你模仿我剛剛做的這個過程呢 你應該可以從看到完全看不到結果 然後找出來說到底錯在哪裡 錯在之後你的初始值沒有設定好 那設好之後呢 所有的東西它自動就會產生 這樣清楚嗎 這個關於這個範例 回去自己再去填填看 所以你就拿課程網頁上面的這個程式呢 稍微改一下把問號問號填好 然後把那個初始條件設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是要補課嘛 所以要繼續講後面的進度 那今天的內容的話就會包含第五章後面跟第六章前半部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加加減減這個符號 上次有看到加加的符號對不對 然後也有提到說減減跟加加其實是 就是類似的作用 只是一個要增加1另外一個是減少1 但是呢我們上次也有提到那個加加可以放在變數的前面或後面 會稍微有一點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那這個範例在講義的第五支三頁 這最下面那個範例 10506.41這個程式 假設說你有兩個變數A跟B對不對 然後A的值是 A跟B的值都是1 那另外有兩個變數 分別叫這個名字 然後這裡就做了兩件事情 A plus會等於A加加 然後 plusB等於加加B 然後我們在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把全部的值把它印出來 就分別印出A 然後A plus B plus B 那你從它跑出來的結果就可以去猜測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不對 跑出來的結果是2 1 2 2 所以A的值是2 然後A plus的值是1 然後B是2 plusB也是2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如果只看A跟B的話 這個結果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你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A的值增加1 然後也把B的值增加1 所以在printf這個地方 A跟B都是2 這是合理的 他們都從1變成2 那比較有疑慮的地方是說 A plus跟plusB 為什麼一個是1一個是2 那就是因為它加加放在前面或後面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加加是放在A的後面的話 那代表說你會 你確實會做把A的值增加1這件事情 可是那件事情是先是做 在你把A的值放進A plus之後 才去把A的值增加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 這樣子兩句話寫成一句話 要把它拆回原本的長相的話 它有點像是這樣子 先把A的值把它放到A plus裡面 然後再來做A++ 然後底下這件事情的話就是 就是反過來對不對 你是先加加B之後呢 然後再把B的值呢 放進plusB 這樣 所以它的差別就是 就是在這個時候會出現 就是當你有一個係數據呢 裡面同時有等式發 有一個等號 要把某個值放到某個值裡面 某個變數裡面 然後你也有這個加加的符號 它做的順序就會 因為你加加放在前面後面的不一樣 放在後面的話呢 它會先把那個值呢放進 做完這個等式的事情 然後再來呢 才把你要加加的值把它增加1 然後如果是加加B這樣子 把加號寫在前面的話呢 它就會是先把它的值增加1 之後再做這個等式的設定這樣 把值設定到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是兩個差別 那如果是單獨寫成一個叙數據的話 就沒差了 你這樣單獨一個然後一個分號 因為它在這個整個句子裡面 就是做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反正做完之後 B的值就會增加1 就不會牽涉到這麼複雜的關係 那只有當你把兩句話寫成一句話的時候 你要去區別到底這個加加這件事情 發生在什麼時候 所以這是一個小地方 但是你要有印象 之後再寫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不用寫成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句就好 那但是你會經常看到有人 程式裡面是出現這樣的東西 你要知道說它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再下一個範例 下一頁的範例 這個例子的話就是要看回圈跟字圓這樣的搭配 然後它程式跑完之後呢 會跑出這個每一個字圓跟它對應的 這ASCII的值的對照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A就是60 A的值是65 然後一直到Z Z的值是84 A90 Z的值是90 說錯 那之前你可能在看到字圓的時候 就我們之前提過 就是字圓其實也是一種整數值 只是它的長度比較短 它是八個位元 那當你做了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A然後單引號框起來 那就代表說我想要把A這個字圓 它的值呢存到取出來對不對 存到哪裡 現在這邊是存到一個整數變數裡面 那雖然右邊是character 但是因為character也是整數數值 所以你可以把整數值放到 印層裡面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把一個八位元的整數 放到一個32位元的整數 那它會自己幫你做轉換 把它轉成對應的大小 然後放進去 所以它的值並不會改變 那這樣I的值就會是65 這有沒有問題 在這裡的話 I的值會取得是65 所以我們並不會真的用這樣去寫 這樣的話你看起來比較沒有意義 如果你想要表達的是某個字圓的話 你就會用這個單引號的方式來寫 那字圓 因為它是具備整數值 所以你可以拿它來跟另外一個字圓比較 像這邊做I小於等於Z 字圓這樣的比較 其實就是在看什麼 就是在看I是不是小於等於90 那同樣的就是你寫90的話 就不知道這邊在幹嘛 那你如果寫Z的話 你知道說你有興趣的是要去 比較某個字圓跟Z這個字圓 誰比較大 那因為他們在ASCII table裡面 就是照順序排列 就像剛剛看到的這個輸出結果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照 那個對應的數值的大小呢 跟A到Z的順序剛好是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用它來判斷這個回圈 是否要繼續執行 那是的話呢 我們就把目前的I的值印出來 那printf這兩個參數都是傳I對不對 因為同樣一個數值呢 同樣的是65這個數值 你只要用不同的格式去顯示 那個printf就會幫你在螢幕上畫出 它該有的長相 當你是叫他用百分比C的格式的時候 他就會去用這個65這個值去查那個table 對應的字形長成A這個形狀 然後就把A畫在螢幕上 那當你跟他說我要百分比3D的時候 他就會把65這個數值 因為終究他在儲存在電腦裡面是二進位的 就一堆1010的bit 然後他現在要把它解讀成十進位的65 然後而且你要有百分比3 就是要總共要有長度要3 所以他就會看一下這六 那樣的65這個數值呢 要用十進位表示要怎麼表示 然後他發現說你要先印出一個6這個字元 再印出一個5這個字元 然後前面空一格 因為你要百分比3 所以他就會印出空格然後6然後再5 那當我們看到螢幕上出現空格6、5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自動就會去把它解讀成65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後執行結果像這樣 但是對電腦來說 他其實只是依照你要的格式去把空格 然後6跟5把它放到螢幕上而已 然後我們自己因為太熟悉十進位的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它是65 那其實他儲存在電腦裡面 當然就是一堆二進位的bit而已 可是他確實可以表達一個數值 就是這個數值是十進位的65 然後你把對應的字元跟它的數值印出來之後 在i++就是進到下一個字元 一直到你超過z為止 就會回圈就會停掉 所以從這個例子你可以再稍微複習一下 數字就整數跟字元的關係 這樣清楚嗎 這個在第五章的 第四章其實就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利用這個回圈的例子 讓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你也可以把這個a改成小寫的a對不對 然後這裡就 我應該是說把a還是用大寫好了 然後z這邊改成小寫的z 然後去跑跑看 那他就會從大寫然後一路跑到小寫 中間還夾雜了一些符號 中間還有這個 其他的這些符號他也是 剛好他的那個esk table裡面 夾在這大寫小寫的英文字中間 然後小寫的a就會從97開始 然後一直到小寫的z122 所以這是這個範例 然後你會看到練習題呢 就在剛才那範例的底下 講義底下他有一個練習 他要你讓實用者輸入兩個大寫英文字母 然後程式必須輸出 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其他字母 看你要包含或不包含都可以 那我們只要拿剛才的程式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他要讓使用者輸入兩個字緣對不對 所以scanf 百分比c 第一個字緣就放到i 我們現在把這個i換掉 這邊要用character來儲存 因為你現在已經很明確那邊scanf的格式是 百分比c的話 他就會預設你給他的變數 長度是8bit 所以你不能給他那麼大的 32的 這樣他放的地方可能會放錯 總之就是scanf會比printf麻煩 因為他牽扯到說你要把東西放進多大的變數裡面 那printf比較簡單是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最後傳過去的是一個值 他要把變數裡面的值拿出來然後傳給printf 所以會比較 用起來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在scanf的時候你就要非常小心 你給的這個格式跟形別是不是有對應到 那你如果要讀兩個字緣的話 你會一開始可能會想說這樣寫對不對 然後你就這邊判斷是什麼 因為你說要介於這兩個字間 你就會這邊用i小於等於j 然後i++ 這樣子就相當於是剛才說的 然後我們只要顯示出他的字緣就好了 我們不要顯示他的數值 那可能像這樣寫 所以你就會有i是一個字緣 j是另外一個字緣 譬如說i是a然後j是m 那只要i小於等於j的話 你就會把i印出來 而且把i的值再加1 然後再進行下一次回圈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 你要的這個a到m之間的值 一個一個印出來 的那個字緣一個一個印出來 所以我們再來輸入一下 那輸入的時候你就會 你可能會想說 我既然要輸入兩個字緣 你可能會輸入成這樣子 a然後m對不對 然後你期待說 i會得到a然後j會得到m 然後你按了之後發現 他什麼都沒有跑出來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會沒東西 照理說 a跟m m確實比a大 所以回圈應該要跑 那原因就是因為 在這樣子寫的情況底下呢 其實j會讀到什麼 依照我剛剛輸入的那個格式 我打了a然後空格m對不對 所以a就是 i就是讀到a沒錯 但是j讀到空格 因為 百分比c的格式呢 他不管那麼多 只要你是任何字緣你都可以 所以空格也是一種字緣 所以j就會讀到空格 那你這個要把它寫對的話呢 你就變成必須讓使用者輸入的時候 就不能有空格 比如說a跟m 這樣就確實他會讀到a跟m 然後就會把中間的字緣都印出來 另外一種可能的寫法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然後中間呢夾一個空格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允許 他就可以允許a空格m 因為你的格式已經告訴他了 我要讀兩個字緣 但是我中間會有空白字緣 所以scapef他知道說 中間的這空白字緣要跳過 那空白字緣其實不只空格而已 他可以是空很多格 所以我這邊空很多格在打m 他還是會跳過 因為他會忽略所有空白字緣 一直到下一個非空白字緣出現 他把它放到j裡面 那而且呢你還可以這樣子 a然後換行換行然後m 因為換行也是空白字緣 然後tab鍵也是 所以你在a跟m中間呢 打了很多空白然後換行 然後tab都不會影響 因為那個東西已經被這邊去配對 匹配到了 所以他會跳過所有的空白字緣 然後一直到下一個非空白字緣出現之後 就把它放到j裡面 那這是你可以 你在寫的時候可以運用的一個技巧 那其實在用scanf讀這個百分比4的時候 就是特別東西出錯的時候 就常常會發生像剛才我一開始寫的那種錯誤 你讓他讀到的空白或讀到換行 因為每次你輸入完東西之後你按enter 那個enter都是一個換行字緣在最後面 你如果沒有特別處理它的話 有可能你用這種方法去讀那個字緣 就會讀到那換行字緣 然後你就發現你原本預期的東西都跑不出來 那加這個空白在百分比4中間是一種解決方法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